姜黄它的功效在很多年都是被学术界各方面的营养界的证实 所以姜黄是一个全世界非常重视的一个保健食品 那小农这个姜黄呢 我们知道这个花莲是个好山好水的一个净土 它没有收到很多一些农药或者一些污染物 那它又是采用这个有机无毒的这种友善的种植 也不用农药也不用肥料 把它这个姜黄种得非常好 土地是农业之母 肥沃土壤是高品质作物的一切根本 廖方明倾注近十年光阴 数年休耕三年养地 终于培养出珍贵的黑温土 不仅含有丰富的微生物与有机质 更集聚了保湿松软温润等各种适合植物生长的最优质条件 黑温土除了它是黑土之外 它必须它还有温度的它必须有微生物的 因为你微生物多它就分解它的代谢物给植物吃 所以它们植物就可以长得很高又壮很健康 土地它是活的那你相不相信那个作物会是好的 当我吃到这个作物好的话 我当然我的身体状况我的思想我的生活种种我就会不一样 它这个环境觉得蛮好的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有这样子好的产品 我们一定要多多鼓励我们的荣友从事有机的栽种法 赞金颅游戏 我们下船的这种 刷写 我们下船的那些 我现在看到